业绩 题目里面有相关的规定 第二个分配多少股数 是用业绩去搜寻 搜寻什么?配股数量表 配股数量表里面的配股数 那这边有提示用V盘数 意思就是说 他如果刚刚讲的1400万 有没有业绩 那查 配股数量表的话 他会落在这个范围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样 把他查回 不过第二个你要注意一下 业绩这边是万元 前面呢 没有万元 所以怎么办?如果你要查的话 你要先把前面先除以 10000 再来 查询 不然的话查错 OK首先的话呢 第1个分配股数 那 配股算有因为蓝额在上面 所以那你就直接用V盘数 查什么?查他的业绩 除以万 之后的结果 好 就是1450 以万有为 查哪里呢? 按F3 刚刚有一个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所以点两下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1450 在配股数量表里面查查看 那 查回来是第几栏? 123 对应该是第3 可是 有的时候你想说123 到底 你要想要切到配股上看的话 有个诀窍 请你游标再点回配股数 这个 配股数量表 点一下 你会发现吗 他会帮你切到配股数量表 OK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点过来 1 一定是查第1栏 2 其实装饰用的 3 才是我们要查 所以这边输入 输入3 比对方式 因为 1450 再配股数量表 1450 没有 所以你绝对不能输入0 输入0就找不到 那怎么办 一定输入1 1是找接近的 OK 所以 反正大概就是这两个东西 只有0跟1 没有2 我们要不要自己再打一个不对的数字那就不对 OK 这时候他帮你查回来 35000 这个是他配35000 底下的话 就按确定 那 名称还有个好处 你不用管 F4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就固定那个范围 他不会变动 你向下填满他还是在那里 所以不用锁 OK 下下填满 其他的资料全部查完了 OK 第1个 分配多少股数 第2个现金股利 那现金股利呢 他这边有公式 就是原有股数 他原来有的 与刚刚分配到的 用业绩 总和 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OK 那你想说 这个 看到有点头痛 不过其实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很快的 就全部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有没有 都可以利用什么 F3 去把 你要的那个名称 带出来 所以如果你 这公式 先把它写在旁边 再来怎么样 切到现金股利这个地方 等于 什么呢 F3 你会发现 在输入公式的地方 一样可以带出名称 他原来的股数 OK 加上什么呢 F3 他分配到的股数 记得先加 所以先把它做一个 那个 刮符起来 除以那个什么呢 总发行股数 所以按F3 再把总发行股数 找到 再 乘以 好什么呢 分配盈余 F3 分配盈余 好 做完了 其实 如果你用这种定义好之后 他好处 我觉得太多 光这个地方 就太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 如果你还有一个范围 你要这个范围 然后选这个范围 再选这个 选完之后 你头都晕了 而且 非常容易做错 但是如果你名称 定义好之后 你直接按一个Enter 或打勾 他就自动帮你全部算完了 而且基本上 除非你那个范围定义错 不然 基本上会错的几率还蛮低的 只要你名称定义好之后 后面就很好 很好解决了 所以工作里面 尽量善用这个名称定义 因为我发现 好像还蛮少人 在工作里面会把名称 搭进来的 其实真的很 一目了然 有没有 自己看了都觉得舒服 对不对 如果你不用名称的话 光那些 哪一个工作表里面 哪一个范围 然后你还要想到要不要索 索蓝还是索裂 想到就 头大 那这个就不用担心 再来税率的话怎么算 他这个税率要 算多少税 是他原来的股数 与分配到的股数 的总和 就加起来 所以要刮糊起来 搜寻税率表 就是去找税率表 然后呢 去把税率查出来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他这个税率表里面 有没有 1万到50万 就是他的股 股数 这个算6% 50万到100万 算8% 所以看他的股数 就是他的 原来的股数 加上他分配到的股数 反正加起来之后 就可以 加起来之后 再去算他的那个 税率应该是哪个区间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特别是税率表 他的栏位 刚好在左边 所以刚刚讲过 如果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那一定用什么 H 你 这个地方 我们 要不然就转 转字这样 可是如果不转的话 那记得 只能用HLOOKUP 你不能用VLOOKUP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用HLOOKUP来 那怎么做 第一个 原油股数 与分配股数加重 所以有时候偷懒一下 等一下 你看F3 他一个格子只能按一下 按第二下 他就不会出现 所以呢 我偷懒一下 拿这边复制一下 Ctrl C 在税率表这边 在 打开那个 HLOOKUP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找到HLOOKUP 那他问题说要查什么 查那个原油股数 与分配股数的总和 其实 把那边复制过来贴比较快 不然的话 如果你在这边呢 直接按F3 他会出现原油股数 可是你加 F3你会发现 第2次 会出现 因为他只会出现第1次 OK 特别注意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直接从那边复制 因为 会比较快一点 把我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刮 因为这边 这边其实 没有其他计算 不过好像要怎么样 除以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要 前后好像还是要先刮一下 再除以多少 1万 因为他还是以万元为单位 OK Table RAID的话 就是F3 去找税率表里面 税率表 OK 那在税率表里面 他落在哪个区间呢 那 我还是不知道啊 第3个就是 带回来哪一 哪一列 Rawindex 点一下税率表 他会切挂 1 2 3 所以这边要输入3 第3列 比对方式 一样是 找接近的 用1 OK 好 找完之后的话呢 按确定 很快的我也可以算出 每一个股东 他应该缴多少税 的那个 这个 几%的税就马上显示出来 那最后呢 扣税后的现金股利 这个地方 也有公式 就是 现金 股利 乘上 1减掉税率 所以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等于什么 F3 现金股利 有没有这个栏目 有 减掉 刮糊 什么呢 1 减掉 税率 1 1减 1 1减税率 没错 乘上1减掉 这个是乘 乘上 1减税率 F3 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找到税率 后刮糊 好 这边把它打勾 好 这个都算出 那排名 其实这边可以用那个 我们的统计里面的那个Rank EQ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你找到R开头那个Rank EQ 这个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 这个 他扣税后的现金股利多少 REF呢 就是 F3 去找什么 找扣税后现金股利 所有的 这一整个 所有的就是他 在 这个所有的里面呢 排第几个 如果 零或省略的话 表示 零或省略 表示递减 因为我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刚好 我用省略好了 OK 所以这边我就不输入 按确定 最后向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OK 所以利用呢 我们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 利用 名称定义之后 你会发现 你只要按部就班 反正你知道 公司的话 最后的结果 很快的 就一目了然 可以帮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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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